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几张图有一些共同点 就是做辨识 辨识或者说分类 正是AI的强项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是AI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支 这里的机器指的 就是电脑 机器学习有很多方法 其中神经网路 Neuronetwork 又是最近特夯的话题 很多人应该都听过神经网路 但可能跟我一样 都不太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今天教授 要和我们分享这一个话题吗 没错 我们就用轻松的方式来聊 这个现在非常重要的技术 现在很多AI agent 都是使用神经网路来实现的 比如要完成我们的 AlphaGo自身武器分解 就不能缺少神经网路这一块 才能够把整个拼图把它补满 这张图看起来就有点像 是人类的神经元哦 对没错 神经元用它的速凸和凸处呢 来和其他的神经元的连结 你知道人类大脑里面有多少个神经元吗 没有概念 但想必数量很大吧 应该有好几十亿吧 不只 大脑有500亿到1000亿个 也就是10的11次方的神经元 还有呢大概有1000兆个图处 就是10的15次方的图处 这张密密麻麻的连结 就是神经元互相连结的示意图处 神经科学家已经证实 人类学习新的事物呢 其实就是神经元之间产生一些新的连结 所以要常常学习新的东西哦 让大脑能够 神经元能够有新的连结 这就是我们说的融会贯通 把新的事物呢 和已经学会的事物来加以连结 就能够更好地帮助理解跟记忆 对啊 所以如果把这个单元看到最后 你也会有上千万个神经元产生新的连结哦 很棒 人类模仿神经元的连结做出来的模型呢 就是所谓的内神经网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简称神经网路 每个圆圈呢就是一个神经元 一排神经元呢叫做一层 One layer 像是最左边这一排呢叫做输入层 负责接收外来的资讯 像是影像 接着零到多层的隐藏层 然后呢最右边是一层输出层 相邻两层之间的神经元呢会互相连结 所以输入层如果有五个神经元 隐藏层的第一层如果有七个 那么就会有五层七 三十五个连线 相信有不少小伙伴都看过类似的神经网路的一个示意图 那么这个最夯的所谓深度学习 它又是什么呢 所谓的深度学习 指的就是隐藏层很深很多层 啊不就是指这个技术很难啊很有深度吗 就像人工智慧曾经没落过 神经网路呢也曾经进入了冰河期 后来研究的学者为了取得新的经费 于是帮这个技术呢取得更厉害的名字 就叫做深度学习 2012年隐藏层的深度呢 已经达到八成 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 到了2015年甚至达到152成 那为什么在2012年以前 它就只有前前的几成啊 问得好 主要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硬体计算效能的提升 像是NVIDIA的图形计算器 GPU 一个就很强了 组成一组平行结构就更无敌快了 第二个因素是演算法的改良 让神经网路在训练的时候呢 效率变快 效果变好 最后一句话听起来 叫做介绍普达腾啊 那说真的 我等会请教授这边来继续介绍 更多的一个神经网路的知识 好的 我们就从手写数字的辨识来开始说起 假设手写数字9 它的黑白图档大小是宽跟高都是28点 那么输入层呢就会有28x28 也就是784个神经元来接受每个图点 那假设两层的隐藏层呢 各有16个神经元 那么学习完成的神经网路呢 就会亮起输出层的9号神经元 代表它辨识出这个手写数字是9 光是这些神经元哦 跟密密麻麻的连线 就能够让机器来学习吗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吧 的确 要说明神经网路的学习原理呢 很多老师都会像在上回积分 但是为了要让大家能懂的 我尽量不说尖森的数学公式 我只用一个大家在国中的时候就学过的概念 也就是函数 太棒了 我想听听看教授 怎么把研究所的内容说成 让国中生也能够懂个课程 如果有一个函数 F 专门吃变数X 那我们把X丢给F之后呢 就会生出另外一个变数Y 也就是Y等于F of X 那其实呢 每个神经元也就是一个函数 它会吃在它上一层的神经元 传过来的值 X1 X2到SK 分别乘上这个连线的权重 W1 W2到WK 最后再加上一个偏物质B BIOS 然后呢 把它转成0到1的一个数字 例如是0.26 当作它的输出值 传给下一层的神经元 我们把这个W1到W2 WK 还有这个B 叫做这个神经元的参数 所谓的学习就是调整这些参数 想办法呢 让输出层的真实 跟真实的结果之间的误差呢 达到最小 乍看之下有一点点小复杂 但经过教授的一解说 是不是好像比较好理解一点点 那其实就是跳脱出复杂的一个数学计算 总结来说呢 就是电脑它在进行大量的学习 以及修正的优化 那么这个数学的计算 它就使用来帮助优化的一个技巧 那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神经元的一个参数而已啊 那整个神经网络应该有很多的神经元是吧 对啊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整个神经网络会有多少的参数 在上个例子里面 我们介绍过参数有两种 每个连线对应到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连线的权重 weight 另外呢 除了输出 输入层之外呢 每个神经元会对应到一个偏物质 bios 所以这个简单的神经网络来看 就会有13002个参数要调整 就算有1万多个参数要调整 这很难吗 嗯 简单的说 学习的过程就是想办法让偏差函数 loss function达到最小的 所谓的偏差函数就是我们已知的值 和电脑算出来的值之间的差异 那对科学家来说 他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到底是什么 麻烦点呢 就在于偏差函数呢 就是由这1万多个参数 当作变数 所构成的函数 也就是这个偏差函数 它的维度是13000多 你知道维度到13000多的概念吗 二维是平面 有XY轴 三维是空间 加入了Z轴这个高度 四维呢 就加入了时间的因素 那么五维是什么呢 我也不晓得 已经脑袋已经无法想象了吧 对 那个被称为欧极里的空间 已经超过人类的想象 那也才不过五维哦 而电脑科学家所要面对的是 13000多维 而且是简单版的神经网络哦 这个难度可以想见的 我懂了 所以它才会需要更强的计算能力 跟更好的计算方法才有可能实现吧 对 那所谓更好的计算方法呢 是指能够用够快的速度 去算出近视可以接受的解 而不是用洪荒之力 天长地久去算出准确的值 接着我介绍几个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 常常听到的名词 第一个是监督室学习 SL 就是有指导者的学习 当我们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 除了给训练问题之外 我们也会给它正确答案 你就是常常听说的标签或是标记 神经网络根据标签去修正 去调整它的参数 把学习成果储存在它所有的参数上 有什么生活上的例子来做比喻吗 当一个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好之后 你就是有几层 每一层有几个神经元 还有它的函数都设计好了之后呢 神经网络对使用者来说 就好像是装在黑盒子里面的一块大黏土 当你用什么资料来训练它 它就会练成处理那些资料的高手 就好像你用手写数字训练它 它就会辨识手写数字 它就像是黏土一样充满弹性 随着你的意识 就可以去捏成那个形状 而且我们不是像以前的电脑科学家 是告诉电脑规则 我们是给资料 不给规则 让它去学习 所以这是一个智慧黏土 那这个为什么要叫做黑盒子啊 比喻做黑盒子是因为 神经网络的学习成果 是反映在它的参数上面 你也不知道那个参数12 这个参数0.8代表什么具体的含义 反正它就是学会了 能够做你想要它做的事情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篇报道 它就是说目前AI还太像这个黑盒子 让大家都不太了解 里面的细节到底是什么 去引发大家对于AI的这个可解释性 去产生的争议 没错 所以2017年欧盟的要求 有任何可能影响公众利益的决策 它提出来的公司呢 将来必须要说明它预测模型的逻辑 就是人类要试着不要让黑盒子太黑了 那接着介绍另外一种学习方法 叫做强化式学习 它在训练神经网路的时候呢 给问题 但是不会给解答 但是会根据结果呢 给予正向的reward 就是奖励 或是负向的reward 惩罚 神经网路呢 根据这些reward去调整它的参数 来达到学习的目的 的确我们人类在学习的时候 这两种方法都会用到 像我们在教小孩子说 这是猫这是狗 它就是一种监督式的学习 那当我的孩子它的一个行为 它如果符合我们大人的预期的时候 我们就会夸奖它 或给它一个正向的鼓励 反之呢 我们可能就会惩罚它 这就是所谓的强化式学习 对 那最后介绍神经网路的另一种变形 叫做卷积神经网路CNN 我还以为CNN是美国的经文台 对 名称一样 但是内涵不同 神经网路呢 有很多有名的变形 CNN是其中一种 另外还有RNN等等 CNN最常的 最擅长的 就是做影像辨识 实际上的卷积计算 类似于矩阵的乘法 但我们可以把卷积计算 想象成滤镜 滤镜不但可以找到 小部分的特征 也可以简化计算 来快速找出 这个整体的特征 所以CNN神经网路 可以平衡 整体和局部特征的计算 也就是它能够找出鸟嘴 也可以找出鸟声 教授今天画了很多的心思 来帮大家整理了 神经网路的基本知识 非常感谢 那么小伙伴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搜寻网路上 相关的网站 来做一个深入了解 那么我们就请 神理教授来做一个总结吧 好的 这个单元呢 介绍神经网路 是由一层一层的神经源 来连接而成 包含输入层一层 隐藏层零到多层 还有输出层一层 所谓的深度学习 神经网路呢 就是隐藏层 有很多层的神经网路 训练神经网路呢 就是想办法 来调整网路里面的参数 让它的偏差最小 监督式学习是有标记 作为正确答案 增强式的学习 是用奖励和惩罚来训练 那CNN卷积神经网路呢 借由卷积层的滤镜运算呢 来减少需要计算的参数数量 好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